我好可憐喔 自從我回家以後 我爸還會偷在我水裡面 放浮水這樣 還想偷偷對我下骨這樣 一段意義不明的現實動態 是孫安佐在泰國惹麻煩後 首度正面發生 他是被下骨 還是嗑藥 眾說紛紜 但現在傳出 他的父母親 又要離婚了嗎 孫鵬和迪英 1997年結婚 生下孫安佐 兩年後離婚 2007年復合再婚 當年跨海舊子 始終攜手同行 但這回 孫安佐在普及島闖禍 卻傳出只有迪英 獨自面對 或許是身心俱疲 精神緊繃到臨界點 迪英告訴平面媒體 等安佐病好了以後 想要離婚了 原來孫鵬最近在台東拍戲 曾說希望他守著孫安佐 迪英反問 老公你這是在利用我嗎 更直言 孫鵬姐姐一家人 徹底惹毛他 我覺得就算我真的 自己煮吃了給他吃 他可能還不願意吃 迪英和孫安佐 曾一同上美食節目 製作人就是 孫鵬姐姐的兒子 陳博成 迪英告訴平面媒體 孫鵬姐姐看到孫安佐 就像看到瘋子一樣的逃離 怒批這家人 博情寡義 還點名陳博成 不僅開孫鵬送的車 還靠他進演藝圈 把夫妻倆利用得淋漓盡致 陳博成 鵬斥指控 而迪英電話始終未接 無法取得回應 只剩孫安佐 連發現實動態 一家人狀況究竟為何 外界物理看花 3D新聞 孟國華陳玉璇 台北報導